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周六 在密歇根州 密苏里州 还有爱达河州 轻松打败尼基黑利 在一天之内获得三连胜 川普在维基尼亚州的集会上表示 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米勒 则在集会上告诉新唐人 说在三月五号 也就是16个州要举行初选的日子 川普一集会大获全胜 一举拿下共和党的正式提名 川普在集会上还强调 一旦他胜选 将会大量的遣返美国的非法移民 随着边境危机的加剧 川普和拜登上周纷纷访问 美国的德州边境 当地正在参加地方选举的一些 共和党人告诉新唐人 说数据显示 共和党选民的初选投票人数 因为边境危机出现了大幅增加 纽约时报则在周末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是今天举行大选 拜登总统将落后川普五个百分点 拜登在此前曾经回应过 在民调中落后川普 说媒体们看到的是错误的民调 新团电视台记者陶欧明 美国维基尼亚州李世曼报道